这是一个循环循环在循环的故事 因为这个男人困在这一天很久了 今天是小美的生日 老六决定今晚给他一个惊喜为二人的恋爱长跑画上圆满的句号 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出门搭乘地铁 这时地铁上上来一位老夫人静止走到老六面前 为了逃避让座老六只好赶紧闭眼假装睡着 谁知列车开启失老太一个没站稳便摔倒在他面前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好心人的搀扶下老太立马望向老六脸也变得扭曲 突然老六发现自己竟然被闹琳吵醒 还好还好 原来是一场梦 于是他出门搭乘了地铁 但奇怪的是地铁上的人跟之前梦境里的一模一样 包括等待他让座的老太 这时老太又再一次摔倒面部变得扭曲 闹琳再次响起 看来这好像不是梦而是一场诡异的循环 这时的他注意到电视上播放的节目 今天他的星座运势是 帮助别人成为更好的人才能一直走下去 于是他再次出门搭乘地铁 看到老太进入车厢他赶紧起身让座 还好这次时间便没有循环回去 出了地铁的老六百思不得其解 恰好碰到一个眼睛女取自行车时 不小心弄倒了旁边的车 一排的自行车顺势倒了下去 但是老六想到要尽快去见女友 于是假装没看到直接走了过去 这时眼睛女望向他面部也变得扭曲 闹琳再次响起 老六说看来今天要一直帮助别人才行 于是他不仅给老太让了座位 还帮眼睛女扶起了自行车 可是当他到了ATM取款机准备取现金时 一个胖女人焦急地恳求他让他先去 正在他打算拒绝自己 胖女人的脸瞬间扭曲 为了避免时间再一次循环回去 他只好违心地让给了胖女人 也同时被排队的人嫌弃站到了排位 走在路上的老六又碰到了一对吵架中的夫妻 男人躲在老六的身后 女人举着棒球棍要求他赶紧躲开 但是当他维护男人时女人的脸会变得扭曲 可是帮助女人时男人的脸也会变得扭曲 于是时间又再一次倒退回清晨 这一次的他处理的每一步都堪称完美 直到到了专柜 刚准备买下女友期待已久的求婚戒指时 一位眼镜难恳求老六能将这枚戒指让给他 可是一旦让给眼前这个阿呆今天的求婚就会不完整 如果不让就又要重新回到早上再来 正在他犹豫中清晨刺耳又熟悉的闹铃声又再次响起 他只好心痛地让出这枚戒指 在之后的路途中 他也只有不停地帮助别人才能阻止回到过去 甚至还帮助一名孕妇顺利到医院生产 当孕妇的老公闯进产房看到老六时 脸色都要变绿了 还好孕妇及时解释 他才逃过挨打的命运 也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帮助他人的意义 既然没有了钻戒 那总要买一束鲜花才有求婚的样子 可是当他到了花店 花店的楼上意外地着火 一个小男孩正在呼救 他不加思索地冲到了火场救人 之后便拼命地赶到与小美约定的酒店 可是当他破衣烂衫地来到小美面前 竟看到了小美的手上 已经戴上了刚才他在专柜让出的戒指 原来小美已经答应了阿呆的求婚 你以为老六已经绝望了吗 当然没有 在2018年的诺贝尔乐于助人奖颁奖典礼上 老六以傲人的成绩和感人至深的助人画面 夺得这至高无上的奖项 在场的人无不为他欢呼补掌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其中的苦衷 可是他这一番心里话 在在场观众和主持人的眼里 却是谦虚的获奖感言而已 这时李小姐拿着奖杯缓缓走过来时 突然被裙脚绊倒 多年的经验让老六第一时间伸手接住了他 全场的气氛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这时主持人缓缓地告诉老六 他已经踩到了主持人的鞋上 这下老六彻底绝望了 有微又刺耳的清晨闹铃声再次响起